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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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起來看看 看腿的感覺 我要拍妳看看能不能走 按完的感覺 看有沒有比較鬆 然後妳試試看 看看有按跟沒按 有沒有差 踩不 拿不起來腳 踩不起來 就是最主要是 這一腳 所以它還是沒辦法 妳這一腳是好的是吧 其實 我也不知道我剛開始是哪一腳 然後怎麼越來越 就是這腳越來越嚴重 然後這一腳 其實好像也是都抬不起來 再一次我看看 再抬起來 然後妳試試看 妳慢慢試 看看到底是哪一腳 現在沒有地方 不要急 你說抬起來 抬起來 兩腳原地 抬起來看看 也不一定要走 因為我們剛剛支撐了 我看看喔 因為妳這一腳還可以抬得起來 所以妳邁出第一步 對 所以這一腳應該 因為這一腳可以支撐 這一腳可以起來 對不對 那現在換這一腳支撐 那妳這一腳看抬得起來 這一腳 抬不起來 右腳抬不起來 所以妳真正的問題是 右腳 真的喔 不是妳右腳抬不起來啊 對 對 所以那左腳現在可以支撐 不會痛嗎 嗯 還好 妳再試試看 妳說 那妳原本說妳左腳有問題啊 對 對 但現在都還好 才抬得起來齁 把這隻腳 我看妳左腳是好的啊 右腳 右腳沒辦法 我也不知道 可是都是 那妳痛都痛左腳是不是 對 痛都痛左腳 對 那現在她按完 左腳還痛不痛 還會啊 現在還在痛啊 妳是說 不會不會現在不痛不痛 所以等於她左腳 現在妳是不痛的喔 嗯嗯 等於她處理完妳是不痛的喔 對對不痛不痛 確定喔 對 那妳的描述就有問題啊 那現在 可是這樣會痛耶 哪裡會痛 左腳 左腳妳 就是移過來 這裡出力的時候是嗎 對 妳感覺這裡出力 它就會痛 對 對 這樣有沒有 這樣很痛啊 這一腳反而不痛 你說右 右腳 右腳不痛 但是她抬不起來 右腳可以抬起來 好妳抬起來看 可是抬起來因為是 左腳會痛 對 所以不敢抬 不敢撐 那還是左腳 所以是因為這裡 它沒辦法支撐 所以右腳抬不起來 右腳是沒有問題 對 那妳右腳抬起來看 所以這樣抬都沒有問題 只要不用到這裡 對對對 這裡就會痛啊 這樣 這裡就很痛 所以這裡抬起來 抬起來的時候是痛這裡 這一腳不痛 不痛 那應該是左腳確定 好 妳這樣會不會痛 不會 好 這樣會不會痛 會 這樣就會痛了對不對 對 有一點點 但不會很痛 對不對 這裡呢 有一點 好 所以這裡比較痛 這一點比較痛 對不對 對 然後這一點 這也會痛 我現在再按著這一點也會痛 對 好 妳看看好 這一點也會痛 對不對 好 這一點也會痛 會 對不對 對 好 這一點呢 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 所以妳應該都是在上面這幾點 我這樣的力量妳能接受嗎 可以 可以 可以齁 這樣揉應該還蠻舒服對不對 對 會痛 這樣會不會痛 嗯 有感覺 可是都 有感覺 不舒服 好 放鬆 這樣的力量還可以吧 可以 好 這樣力量還可以嗎 嗯 嗯 還是很痛呢 對 已經很痛了是嗎 對 比剛剛 很痛一點 雖然痛 但還可以接受 對 這應該是妳的極限 是不是 嗯 這裡現在是 不會 不會 還可以更重一點 對 好 放鬆 放鬆 嗯 放鬆妳才沒有那麼痛 嗯 我這樣的力量可以吧 可以的 妳 妳放鬆這一條筋才會鬆掉 嗯 我現在在幫妳撥那這一條筋 嗯 妳有感覺嗎 有 有啊 放鬆 繼續放鬆 嗯 我會用最輕的力量 來幫妳撥 嗯 是不是這一條筋 我剛剛撥的就是這一條筋 是吧 對 那現在這樣力量跟剛剛比起來 這樣妳比較能接受是嗎 還是會 還是很痛是嗎 嗯 我這樣按喔 對 妳也有感覺這個腿有比較鬆的 有有 這樣力量妳能接受嗎 可以 是不是比較柔的比較深啊 對 有感覺齁 嗯 但現在也能接受對不對 對 妳放鬆喔 對 放鬆 放鬆 這樣力量最大對不對 嗯 好 我們再慢慢起來看看 好 然後再試試看 還是太不起來 還是不行齁 唉 慢慢來慢慢來 嗯 好 比較好 比較好 比較鬆了 比較鬆了對不對 對 我確定妳按完有改善 嗯 妳那個是傷到沒有錯 就真的傷在臀部 其實她那個臀部是整個筋都奔得很緊 嗯 所以也不是一次我就能揉開 嗯 我反覆妳也看到了 我剛開始都沒有什麼用力 她就會 我問她 她就會說有一點 有一點點 對不對 那我就先把一點點的先揉開 然後再來慢慢 再 我是用坐姿按 妳也看 我沒有開始用站姿 然後把身體靠過去 慢慢輕輕按她抖 然後再把 再 反過來也是這樣慢慢按 嗯 然後再來靠身體的力量 慢慢再 壓 用身體的力量 把我攻擊壓深一點 但是她這樣按 她不會跟我對抗 因為她能接受 然後我再撥她的筋 我也有感覺 她的筋會 所以 她就會慢慢鬆掉 然後我再反覆 再用深層站姿 再把它按更深一點 所以我發現這樣下來 她確實立刻改善 那代表 妳做得不夠細心 就是 妳根本是在留表層 因為她痛了 妳 然後那個時間又那麼短 而且 她可以按得更久 我只是示範給妳看 方法教妳 妳這樣下來 是不是腿也比較鬆了 有了對不對 所以妳那個是踏出體傷 不是什麼 不是什麼撕裂傷 什麼那個都沒有用 就是筋繩頸 筋繩頸 筋繩頸 因為她一下子用太猛的力量 妳受不了 所以妳會跟她對抗 她一對抗就挪不開 這是一個基本原理 所以我剛剛就看她怎麼幫妳做 然後就可以觀察得出來 所以妳看起來手法都沒問題 但不夠細心 也就是 可是我說找到壓痛點 要由淺度深 由輕而重 輕不是力量的輕 是慢慢的很柔和的 表層按開 然後再來慢慢稍微用力 再慢慢讓她能接受 再慢慢按開 然後再來 再深層一點 有時候就改用站姿或 勾起來 稍微沉下去 讓她也慢慢感受那個 所以妳的感覺 我問妳 我在剛開始按的時候 那個很柔對不對 很輕 是不是 然後按到中間 有沒有比較深層一點 有有 就慢慢慢慢也提升 就一直進去了 對對對 就 然後到最後我按的力量很大 那時候如果一開始這樣按 妳馬上就受不了對不對 但我發現妳最後能受得了耶 妳有沒有注意 因為不 對啊妳就是因為 表層跟中層都有慢慢柔開 所以到深層我大力按的時候 妳也能接受 妳不是不能 然後我叫她 要配合呼吸 因為我怕她一直在想她的痛 事實上她已經那個痛有改善 重點還是一句話 辯證 痛多數他數體傷 就是 一定是臀部 不會有其他 所以她臀部只要柔開 就一定會好好 妳剛剛在走 腿也比較鬆了 也比較有力了 對不對 要不然妳不可能這樣抬 因為她揉完 我剛剛看妳根本抬不起來 那現在兩腳人互換 對吧 然後她只有揉一腿而已 對 我也沒有揉兩腿 因為我一直問她 到底是屬於哪一腿 我一定要先確定 那我就直接針對她的問題 直接做 我也不節外伸枝 其實她慢慢揉就會慢慢鬆了 然後還有一點她要溫敷 一定要溫敷 妳按完 那個臀部一定要紅豆袋或軟貼 還是要用薑粉泥塗臀部 剛起來的時候 然後會覺得很硬很痛 比較軟 比較軟 腳也比較軟 比較軟 對 所以確定應該是 確實是揉鬆了 嗯 那這樣妳將來進步會很快 一天可以揉好幾次 所以譬如想到 那妳就可以輕輕 因為這樣輕輕揉 不會傷到 妳這種重力會傷到 因為怎麼樣 妳壓得很重 然後她又跟你對抗 這樣揉幾次就傷到 妳要讓她很放鬆 然後有浅度深 這樣想要按 她隨時都會給妳按 而且她會享受 她因為腿越來越鬆 妳也會有信心 請老師服從說明 這位是一位志工的太太 是乳癌 那還在化療 那那一天志工跟我講 就是她太太已經一個夜左右 下不了床 那我問她是怎麼造成 她說沒有啊 就是出去玩 回到家 突然間就腿就不能動 然後就要背上去了 然後她按推也沒有效 就也蠻緊張 就直接又帶她去急診 西醫急診 那西醫檢查說是腿部好像撕裂傷 那撕裂傷處理三天也沒有見效 那又到家裡用原始點調理 但每一次按也都不能解症 這樣她太太也蠻痛苦的 幾乎這一個月來幾乎都躺在床上 不敢下床 然後請一個看護來照顧她 那那一天志工跟我講 我就說好要不我就去她家 然後也看看情況 那志工我先要求 就是先看她平常怎麼幫她太太按 因為腿痛嘛 她大腿膝蓋整個到小腿 然後無力然後抬會很痛 所以碰多數他數體傷啊 我一直覺得光聽就知道 一定是臀部引擎 以我的經驗我是這樣判斷 那志工因為臀部揉也揉不好 有時候還會揉到下背部 甚至上背部她都想按按看 因為她那個乳癌好像也有轉移到骨頭吧 那所以她都會幫她這樣全身做 但事實上她的腿痛依然不見效 那我剛剛因為那個視頻被剪斷了 因為前面有她在做 我看她那個用的力量 就是照我們考核這樣 用站姿然後弓箭步 然後直接靠過去 然後就按臀部 因為很痛 患者那個角度抬起來跟她對抗 然後所以每一點都很痛 但按推下來還是改善不大 所以她這一個月來幾乎就在床上躺著很辛苦 那我一看我大概就知道了 是這樣的患者輕輕按就會很痛 她的痛點不只在表層 而且已經一個月不能下床 我跟她講如果再下去繼續躺 連肌肉都會萎縮 對患者非常不利 所以我大部分就是剛開始 我就教她先坐姿 坐姿我只是手放下去然後輕輕按 然後把每一個痛點都找出來 讓她知道 事實上輕輕按她就很痛 然後再來慢慢的 有時候會用坐姿然後反過身來 這個早期影片都有 甚至也會用翻白度 類似翻白度的動作 然後身體把公頸帶下去 然後深沉一點 然後再反覆壓 反覆按推 這樣按推下來慢慢表層 然後到重一點點 像翻白度這樣重一點點 她也能接受 然後到最後我就看她慢慢有揉開了 我就進一步再用站姿再幫她按 這樣整個按下來也花了差不多 應該有二三十分鐘以上吧 我自己沒有數但是好像花了不少時間 那按推完大家也看到 她本來是不大人抬退 不大人兩腳交換 所以她幾乎就不敢下床來 那我做完之後她兩個人扶著 她就可以交換了 兩腿可以交換的走 然後感覺上床的時候也 比較那個腳也比較不痛 要不然她動一下腿都很痛 那痛也改善 那這樣看來我覺得幾乎已經可以確定了 她這個腿也不是像西醫檢查的 所謂撕裂傷 我們一聽就知道哪有撕裂傷 撕裂傷到一個月還躺在床上動躺不得 那很明顯吧 痛多數他處體傷嘛 想也知道 所以我也跟他們講果不生活 怎麼會一個那個撕裂傷會造成整條腿都在痛 還有無力 這不可能的嘛 然後按推完確實也改善 那因為這個志工在基金會也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就希望她能夠全心全意照顧她太太 然後按推只要照我剛剛手法 其實我如果再繼續幫她按 多按個二三十分鐘 也就再按個半個小時 我相信她的腿會更鬆 因為這樣的按法時間長沒有關係 因為你是怎麼樣用揉合的力量 也就是我前面講的 你應該用身體把工具帶下去 而絕對不要用手的力量 手的力量那是蠻力 揉起來會非常痛 那你用身體靠過去 然後把工具慢慢帶下去 其實你可以揉很久啊 那患者雖然有一點點痛 但他都患者也能配合啊 他不會感覺你是硬邦邦 然後用蠻力再壓 不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有一點點痛 但又有一點舒服 也就是我們說的痛快痛快 而不是純然的壓痛 所以很多患者都會有一種感覺 好像去基金會按推 或是去推廣點按推 都要按到很痛才能解症 實際上這個是錯誤關聯 其實你可以 我們說要以病為師嘛 所以以患者能承受為主 那你看他輕輕按他就很痛了 你一下子就要按到那麼深層 自然就會失敗 所以這也就是志工為什麼按了那麼久 他太太依然躺在床上 而無法下床 那如果這樣我沒有再去 如果我沒有去教導他 他肯定是按不出來的 然後以為是患術挺傷的 一定就是什麼西醫講的 是不是組織受損啊 這些造成的 然後可能就用熱源溫膚 像這種阿宿體傷你沒有按開 有時候要熱源溫 即便溫屁股都不容易熱源進去 也不容易解症的 這個一定要靠慢慢按 然後由潜入深才有辦法解症 那我也看過很多 像他體力還算不錯 如果到了很多到重病命危的時候 剛開始也沒有命危 剛開始輕重症 那因為你按推就像這位志工的太太 他只是輕重症 但已經躺一個夜 再躺久肌肉就萎縮 那肌肉一萎縮 腳就更沒力 那這樣一看就變成本來輕重症 就變成重病 那重病了 那個再不能解症 他心裡又恐慌 然後慢慢體力又進一步下降 因為都沒有運動 胃口肯定也不好 然後再來就爆瘦 肌肉萎縮 人也瘦下來 那就進一步真的到命危了 我看有一些真的是這樣 因為你不會解症 到最後有輕重症 到最後變成重病 到重病到變命危 我就這樣一個關鍵點 你沒有解除就完了 這樣的患者我也看過 所以像這樣的患者 一定要立刻解決 已經躺一個夜了 不能一定要想出辦法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差錯 是熱源呢還是按推手法呢 還是手法沒問題 但是你按推不得要理 用太大力 也沒有做到油潛入身 由輕而重油潛入身 也沒有做到這樣 那這樣就不能解症 這樣的患者還有很多啦 我做完這個 我想還有一個患者也是類似這樣 將來也可以放給大家看 也是進來的時候 不大能走 那腿也是 西醫說檢查也多嚴重多嚴重 但明明走路就是腿痛 一看也是一樣 就是多數他處體傷 屁股引起 那像這樣的患者還蠻多的 以後我如果有我們再 剪輯給大家看 那這樣的患者 大家在臨床上一定要注意 一開始不要用站姿 就要想一定要按到深層才能解症 不是的 你輕輕碰就很痛的時候 你一定要懂得油潛入身 所以我開始是用坐姿 然後再來坐姿按了一段時間 慢慢深層進去 我最後才改站姿按 這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我就補充說明到這裡